大家好,又回到絕對環DN 今次回到繼續劇情上次的大鋼蛇的位置 好,OK 應該是這裡了,麥金已經在這裡了 看來大鋼蛇受到某些奇怪的金屬音 走出來貌似山洞有些什麼,我們就開路一下吧 焦急你的小鋼 盡量不要傷害他們 嘩,這裡是溝通的,要趕快 談判專家 我才在這裡看大鋼蛇 待會再進去,你進去看吧 裡面地形複雜,你要小心 所以你的作用只是為了幫我開路 OK 話說回來,我覺得現在我的隊伍都相當... 咦,新組 為何能進到你這個山?大鋼蛇應該會封於門口 現在已經不會夠我打了,你們這些人 太天真了,你們還想贏到我? 咦 這樣也打不死這一下,真可惜 嘩 這樣也打不死那隻飄蟲 和我們打針鋒應該打死 實在破砲實在太低功了 想快點拿到這個衝浪的技能 嗯,這裡先打狩獵鳳蝶,然後這裡用冰牙 蛤 啊,不是的 打死右手邊先 好,水之波動 打死一件先 八萬禁修 糟糕了,那就... 不要緊,我們有蛇蟻熊 直衝熊 這裡用頭可以 非常好 先脫掉那個道具 中毒 我不是有藥嗎? 話說回來 對了,我之前在農場買了牛奶 在農場裡 那些奶非常有用 這個遊戲因為沒有藥買 它迫你買奶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不推廣這些藥物 推廣神天然 所以就換了這個牛奶 什麼? 飛藥 麻痺的招 不要麻痺的招 很危險 只有85命中,這些太危險 不想用 這裡 這裡嗎? 是不是這裡? 那些機器,奇怪的機器 是不是在找石板呢? 新組那班人 嘩,沒看到人家在做事嗎? 土龍弟弟 嘩,如果被我拿到沖浪的技能 你們還不死? 嘩,變身? 糟糕 不要緊,我們換了石文龍 嘩,一招壓制打到我 神經病 OK 可能要先花一花 沒有血又中了麻痺 這裡會不會太多怪 讓我走 嘩,這裡有小火龍 雖然小火龍其實沒什麼所謂 沒什麼特別 因為我是火隊 用小火龍應該不是很合 不過小火龍應該都很適合天氣隊 真的太陽隊,火隊 天氣隊 都應該挺厲害 我們不如噴一下蚊怕水 蚊怕水給我 我沒買嗎? 哎呀,沒買 忘了買蚊怕水 不要緊,照樣打 噩噩噩噩 先壓制他 一下打死 減了一半也要一下死 我們實造成員來這裡 為了用鋼鐵石板的耳氣 可以發出特別的金屬音 打打你副作用 帶鋼鐵石非常敏感 不過 什麼都沒有說 剛剛那隻是什麼 游基拉 游基拉又是神獸級數 我想跟上次一樣 寶貝龍差不多 這麼難捉 應該是吧 耶 氣瓶空間 氣瓶空間 我換一隻再慢速一點 嘩,沸水 沸水 沸水很痛 變軟 他比我更慢 他應該是最慢 應該只有20速 不知道是20還是30速 他現在有氣空 卡美龜 保護 喂? 解回氣空 你現在有氣空還是沒有氣空 現在有氣空 搞錯啊 原來完了 你魚龍當然要用龍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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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空 搞定 D真的要很留心 他那個 他的轉數 如果不然很容易出事 OK 繼續 咦,又撞到了 沒理由不捉 這次 15nail 嘩,每隻都打死了 應該 撞機應該不死了 對 嘩,好痛 我可能要死 我先捉一隻 可能有機會用到 好,換回牛仔軍 喂 喂 喂 這麼難捉的 超級球 可以了 嗯 這裡應該沒事走 去別處 先下去 馬尼盧 已經一般 不是,馬尼盧是很厲害的 馬尼盧 好,是不是由這一集 好像從新一代開始厲害 有復古的那些 然後有水流噴射 好像是 很快可以找到 鋼鐵石板 你用這些儀器 打過石 擋到意外 不過這樣更有利 因為擋著門口 其他人進不了你 是不是這裡出去呢 真的 哎呀,又要雙打 嘩,不是吧 森林適應 水子幫我打這隻 冰牙打 右手 哎呀,終於輪到我了 輪到我結兵回對手 這裡 正準才 以為只有你結到兵 太天真了 這裡我們 水打這隻 然後冰牙打左手 億萬急收 好,水打這邊 這裡換重 不用了,直接用泡沫 應該打得死吧 對,蝙蝠打得死 嘩,有電忌 兇了一點 師兄 換一隻 卡美龜 卡美龜 摩之波動 蝦古龍 沒有問題 蝦古龍 這裡用保護 騙他一圈 這個時候就用卡美龜的保護 他一定會打那隻卡美龜 是不是 他用了龍聖群 好像打那隻卡美龜 這裡用水流噴射 好 混亂 嘩,龍聖群一下炸到你 馬上死了 還有兵 搞定 可不可以不要再打雙打 因為雙打一關 打到我快死了 單打的話就沒問題 牛仔軍打完 給我一支藥給藍牙吃 嘩,不是吧 嘩,又來 嘩,這裡 這裡兵牙右手面 沒得選 一定要這樣打 傑他兵,怕他 傑他兵 有億萬級修 嘩 左手面那隻不打 打右手面 全打右手面 糟 非常好 不是吧 這隻 先打右手面 嘩,速度果 嘩 哎呀,頂速度果 這隻都好 這隻好像可以用水打 我記得 oh no,幾乎要輸 哎呀,有時間 不是,回來買 買一本怕水 沒辦法,始終 只能升一隻 你的戰力不是分散 很容易輸下去 我現在盡量升另一隻 而且我忘記了衝浪在哪裡拿 如果先拿衝浪 其實對於這場 很有利 還有 遲些有機會 還要找到一隻儲水的精靈 好,買了20個 可以慢慢用 這次還不死 是不是這裡在外面 牛蛙軍再配卡美龜 不要了,牛蛙軍再配這隻 牛蛙軍配直衝紅 應該打贏 不是,再下一個 這個才是 來了 我們水之波龍打左手 然後這裡用頭突打右手 有怕嗎? 不怕 隨便吧 沒問題 然後這裡索要右手 偷製了仙制之爪 然後這裡用頭突 好,這裡就全部打在右手 因為右手有 速度過 我剛剛說不夠快 這裡 還是卡美龜比較好呢? 卡美龜吧 這裡 卡美龜先 大樹果 逆探氣吧 不要緊 不要緊 拿著 這裡用壓制打左手 然後用咬 左手 OKOK 信號光線 欸,行了 搞定了 雖然死了一隻 好,又劇情了 按照這個進度的搜索應該很快找到了 好,等吧 用我弄出來的義氣肯定可以探知石板的具體位置 力馬大人 力馬大人終於找到了這個降跌石板 看來和裝置探查的位置有些誤差波都是找到做得好 收東西準備回去了 是 你為什麼來了這裡 終於趕上了 話上你們搞出奇怪的金屬金 導致大幹社走出洞了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這個不是管主 你好,我才自我解釋 我們是新組的 你們可能一場誤會 我們只是找東西 並沒有做壞事 那那些星波是什麼呢? 恐怕是因為我們的義氣 對這個山的某種礦物質有反應 對這裡表示怯疑 不過我已經找到要的東西 所以義氣已經關掉了 你有些人還用暴力阻礙我進來 我都跟你道業 他們的行為確實有點過激 不過他們只是怕有人影響到他們正常工作 快點通知他們有沒有結束 立即撿他們走 是 那我們先行離開高池 他們走完了 但我一直回去看那些放出金屬的義氣 都被他們拿走 但我覺得有點違和 雖然聽剛才那個人不認為他在做壞事 不過總會覺得有點不對 對了,你準備挑戰 要好好加油 兵系導鼓很厲害 要先鍛鍊一下兵系導鼓 讓你向右走 到了 火箭兵團 真是難前了 將捉到的水軍 會驗帝雷弓 通通交出來 看來有必要讓你吃斧頭 嘩 你覺得裝得很厲害 不用心急下一個道理 很難才不是吃齋的 箭翠龍 其實這兩隻打都有點難搞 不對不對 都有點看頭 這兩隻 火箭兵團的鋼寶 只是這些程序 我的神獸都沒有用 噢 話說大量的紅色鯉魚龍 是你們做的好事 記得你們的基地應該轉移了 應該是玩K的實驗 這個跟你沒有關 對了,給我忠告你 K是神經病 小心點 否則你都會成為K的實驗品 火箭兵團的東西 不需要你在這裡 說三道四 隨便你怎麼生 沒有板很大的 火箭兵團跟我沒有關 怎麼這麼執著板木 有些東西你不用知道 接拍說 關於鳳凰的調查 整理得不錯 準備你捕捉計劃 噢,這個訓練家好像哪有見過 算了 我是冠軍訓練家 你不認得我嗎 我是最強的訓練家 大哥 好,我們現在打冰道館 直接挑了 冰道館 咦? 你都要挑戰館主 不過這個館主 好像去了冰之隧道修煉 我們才離場戰鬥 輸了一百萬 那你輸了 你 哈哈 哎呀,這隻 這隻可以用水打嗎 這隻可以用水打嗎 這隻可以用水嗎 是呀,要用水 嗯 先出這個吧 億萬急收 其實應該要 哎呀,頂 不夠打 這隻 還放了幾身種子 出去利魚龍 走不回來 這裡用龍路 龍路 龍路 哇,治了再生 搞錯 玩這些流 玩這些流牌 這裡用冰牙 喂 害怕 結冰 你看冰牙多高機率 一定改過來 哪有可能這麼高機率 我玩這麼久 冰牙 就算不是冰牙 冰拳那些都不會很高 因為冰拳也有10%機率 還有急凍當時也有10%機率 是這個特別高的 好,這隻就可以用水打 波羅 好,水之波羅 原型娃娃只會用水打 一隻草水就可以打我整隊 說實話 果然不輕易 給我發款 但我會變得更強 自己一個潛力股 下次輸的就是你 天真的家夥 儲水真的很麻煩 真的要想想 可能要弄一隻草 可能要弄一隻河童 噢? 氣壇 你去昏洞湖 但是封鎖了 貌似因為有大量紅色鯉魚龍 引起外界對事發原因的各種差異 所以這個委員會決定封鎖 連最出名的大武博士也來了 本來還想去捉一些樣本 但是沒辦法 因為非研究人員 禁止我進入 現在只能去其他地方考察 拜拜 真的嗎? 咦?為什麼不能進去? 不是成都旅遊勝地嗎? 不好意思 我上頭指示工作 在這個委員會未查出事件的原因之前 恐怕一般人不能進去 很想進粉浪湖 但是貌似發生了什麼事 盜古都挑戰了 現在不知道去哪裡 要不要離場打架 不然打完架就想到去哪裡 打完架就想到去哪裡 打完架就應該要回家了 上次波動 好 猛火牛 作用水 哎呀 剛剛抗水過 少卡比獸 哎呀麻痺 啊 糟糕了 好 最多快 高超鴨 不對 還是傻鴨 我看不到 我傻鴨而已 OK 奇異 那時候 你魚龍 沖浪 我要的東西 沖浪 OK 好厲害 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 我又要加把勁了 對了 準備了 煙蜜市 那我下一個就去煙蜜市 我給你這麼快就拿了徽章 OK 現在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也不能挑戰管主 應該不會是下去找 哎 火箭兵條 我猜不到你竟然連你都來了這種地方 難道你不明白我講什麼 難怪誰叫你這麼沒有洞察 贏了我告訴你 你怎麼沒有防 我想你可以告訴我 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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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認識電磁波 哇 電磁波奇異光線 換卡嗎 各位 水流噴射 鐵甲暴龍 鐵甲暴龍 有點大了 好嗎 閃電橋 OK 幸好 幸好 咬碎 咬碎要吧 不要燈爛 不要 不要狠咬了 鯉魚龍 換鯉魚龍 龍佬 易泰美巴太天真 龍佬 幸好 正準才 藍莫 這裡 嗯 照用吧 又龍佬 敗 哈哈 進化 進化吧 大力哥 我輸了就好了 我告訴你 這裡是情報屋 店主真正的主業 是販賣情報的 他有龐大的情報屋 我來這裡為了拿他的情報 多於沒有禁號不會賣給你的 那什麼禁號 你真的想我告訴你 我憑什麼告訴你 自己找吧 嘩 很困難 你不知道 你一輩子都要輸給我 我想他現在除了 Rat之前那一場 有機會贏到我 因為之後有很多場 要跟他打 因為Rat之前好像還要打一場 我想 在Rat之前那一場 他都會一直輸給我 一直輸 好 你要買些什麼 有什麼買 嘩 有什麼好東西買 其實也不是很好 不要 到此為止 相當多情報 你想要買什麼 每樣白 千元 這麼貴 非陰餅 是什麼 做暗號 那麼你殺幣嗎 不我 我減幣 歡迎光臨 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新組的情報 新組剛剛成立不久的組織 裡面主要的成員 基本都是精英訓練師 防筆就像正統的訓練師 招人 都是有實力的年齡訓練師 新組目前的行動 基本上都是以石板為主 暫時沒有造成大量社會危險 他們的目的大概都會聯想到 跟創世神有關 你還需要什麼情報 光暴 光暴情報 哇 這麼多人呢 從新組的首領開始 至今我的善人都沒有搞清楚 除了光暴之外 沒有一個成員組織見過首領 他哪個字都不知道 阿克羅馬 類似合縱的科學家 專注於研究精靈隱寵的力量和才能 比較傾向於使用電系和降系的精靈 他是受冥王的邀請加入新組 洛流 紅髮女幹部 故鄉是神怒 據說他是獵人J的徒弟 非常擅長捕捉精靈 或者因為這樣他沒有固定使用精靈 基本都是用完就丟 即使是這樣 戰鬥中也很少劣勢 冥王 軟幹部 在銀鑼團赤之所計劃失敗後 沒有像其他三個幹部一樣被觸意 走到成都 在我情報網中沒有冥王的交戰紀錄 不過來到成都地區沒多久後 新組成立了 貝托 藍髮藍鞋 即使年紀不大 實力異常強大 但在我情報當中 貝托在新組內實力最強 嘖 即使在新組內沒有人知道 除了副敵 他還有什麼精靈 因為他只用一隻副敵 就可以壓制所有阻礙的人 而且他的副敵 擅長製造幻影 沒有輸的紀錄 有傳言說他是普蘭提亞家族的元親 或是跟加特麗亞似乎有些關係 加特麗亞就是神怒的超能力天王 靈馬指發女幹部 曾經通過16個道館 以及聯盟最終測試 是高手級訓練家 在吉緊市 並在精靈學堂畢業 還有普通訓練師 一部一部就是等級訓練 頂級訓練師上了 BOSS很多 好像有個妹 暫時沒有資料 靜蠢彩 你知道有多少個徽章嗎 我三十多次熟過徽章 絕對說 裡面三個清靈有四種路線 特攻路線 物攻流 雙刀流 和壽路線 壽路線 壽路線是什麼 即是可以做盾 大地之力 好 OK 應該是由 嘩這個 又是這個什麼 不知道奇怪的陣 嘩 頂一來就是這個 喂 又連鎖 二十六里是進化嗎 怪力 是嗎 應該還沒說 食夢 Oh no 會不會輸給他呢 龍佬 食夢 神經病 你弄 唉 頭疼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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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巾 不是吧 咬 嘩 嘩 好煩 一招睡覺睡了 整堆 他這招催眠粉 75名中 催眠粉 這麼中得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當 咦 他這招不按就不打 那麼好呢 但不要緊 我要再打多一場 這裡 這裡 嘩 好在 野彈樹 我們就馬上換一隻蟲 去偷走道具 喂 沒有道具 醒啊 直衝紅 又不醒 又不醒 你如龍 剛才 龍佬 神經病 睡粉超高病 還是什麼一回事 快力惡 這裡用咬睡吧 高攻一點 催眠粉 醒啊 醒啊 惡魚 為什麼一隻隻都是這樣 我可以催眠回去 但好像很難 催眠他 中啊 嘩 頂 為什麼我不中啊 喂 三彎 但我終於到他睡了 神經病 嘩 是不是低能啊 即醒 醒啊 牛仔君 嘩 睡四彎 神經病 嘩 不得了 然後 可以用什麼 沒有 都可以用 催眠呢 中 這裡用水技打 沒得選 用普通技 哎 終於搞定了 神經病 不斷睡眠 有沒有這麼難打啊 這裡 會放得太難 OK 這裡可以不用打吧 那我不打了 這裡 好麻煩 這個位 這是什麼人啊 你用一個大禮 我跟他大嘴蛙 走 什麼走 你幫我找些東西吃 找什麼東西吃 身上沒有東西吃 可以 我有牛奶喝 要不要喝奶 好 我現在都想見到一些罕見精靈 嘩 厲害 這招 雙色玫瑰 先偷東西 力量香草 貓頭野鷹換回阿蛙君 嘩 神鳥 他力量香草那些好像是儲的技能就可以馬上釋放 沒記錯 沒記錯 對了 需要儲器的時間的技能就全部馬上釋放 這個也是一個挺厲害的道具來的 因為可以一下就打百多攻 因為通常儲器那些都可以打百多攻以上 所以都非常之強 海牛獸 哎呀海牛獸就好 偷的東西 是不是正飯呢 這隻 抗草果 我這麼聰明 抗草果這些是一些對戰PVP常用的手段 對 因為它四倍儲器最大的弱點就是它的 火節雞 水之波動 嘩 換隻東西給我打 偷的東西 嘩 沒有東西偷 搞錯 小藥魚 柱水 不要緊要 普通幾個 沙狗呢 非常高 好 三個青靈就嚇死了 三個青靈就 青棉鳥也是一下死 OK 為什麼要用這麼奇怪的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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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冰道館現在要去洞穴 洞穴 不知道要不要用招式機 如果要也很麻煩 然後還有呢 之後會有一個新組成員站在這個位 如果站在這個位置好像會觸發 好像可以無限打的 如果沒有記錯 但是他現在還沒出現 我想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出現 17 這個大罪話 不不不不 大有福 雪同志 小山豬 是那個 管珠在上面 又來了 又要玩這個兵 我想問有多少人會玩這個兵 玩到很不耐煩 好 很難玩 先看看 這裡要過去 要過去的條件就是 OK 怎麼能過去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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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好 要看真點才行 迷信 嘩 好 我經常修裂我的職力 沒有這裡有多冷 當精靈和人 某一方面同步 人和精靈都會變得強大 信念勇氣堅持 我和精靈同步的東西 我試著用兵 並不是因為他們擁有行氣逼人 而兵是脆弱 而是風利無比 這一點是不難理解 相信你挑戰了我之後 就知道了 我會在道館等你挑戰 隨時準備了4 即是我們4打4 OK 4打4 可以 穿龍 4打4 都還好 OK 4打4 沒問題 那我們把這個 丟走一隻 還有卡尾龜都可以丟走 好 一隻專門負責 這時候要衝浪 所以要衝浪 好 來吧 這裡又要推石仔 先打這些 全部都要打 這訓練家 哇 行馬威 嘩 一來就毒噴射 偷東西 解碎果 你看到解碎果 你可以判斷到 它一定有一招是睡覺的 對 所以要仔細看清楚 通常放解碎果 都一定有睡覺 都一定有解 不是 一定有技能是睡眠的 或者是異常狀態果實 要先 要想見管主柳伯斯山的話 要好好動動腦 這隻 精神干擾沒問題 冰鬼會繼續 哎呀 忘記放走道具 不要緊 先下回 溝冰火 搞錯 好 解碎果 獲得一顆 OK 到這個 這裡陣營啊 怕跟我打 又降雪 水智波動 不行不行不行 這裡換這隻 偷就一個道具 什麼道具 這裡有 抗火果 OK抗火果 可以 解掉它 先下冰 它的冰火很重 這隻好像也有 這隻 這隻好像沒有 還是原本已經有水系 這隻 這隻好像是水冰 對 有水系 鐵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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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智波動 好 搞定 又可以喝奶 所以強烈建議 一定要弄一瓶奶 在農場上 真的很有用 這個是 這樣過去 OK 水智波動 你們 這麼多下馬威 你們 會否太多 長毛豬 長毛豬 我想要是抗火果 要是 狀態果 就是這個 解碎 解碎果 因為它多數都有睡覺 原因是因為它的血量高 胡麻包軍 雪糞 你知道多少 小山豬 好 水技 OK 可以 可以 喝奶 而且 經常都要脫下自己身上 比較麻煩 看看是華麗的軌跡 這裡 水智波動 迷信蛙 迷信蛙 真的想不到 突傷果 什麼叫突傷果 好像是當對手使用特攻技能 打死你的時候 就會什麼 噢 攜帶後 受到特殊攻擊技能 對手都會受到傷害 類似一些反傷的果實 好 少許不用回血 OK 2V2 精靈跟人一樣 換上會經歷很多事情 我也有經歷過 各種辛苦的經歷 作為人生前輩告訴你 你出生之前已經跟精靈在一起 食鹽多 食米經驗比你豐富得多 有隻東之柳 讓你看看有多厲害 東之柳 柳白 OK 一來已經暴雪王 剛剛下了冰箱 我們馬上換隻蛇紋 接著就索妖一下 氣息腰帶就是一血筋 偷走了一樣道具也有賺 接著就壓制他 糟糕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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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催眠 不中 再催眠 中啊中啊中啊 然後用利弱 接著用龍路 龍路 欸沒事沒事 現在下雨嗎 他 居然是下雨 剛才他出的時候 下雪還要下雨嗎 不是萬促那個才揹的嗎 唉唷忘了蝸蟲 按得太快 十萬福特 唉唷死了 十萬福特 應該頂到一下 十萬福特 頂到頂到 唉唷麻痺 也頂到一下 嗯 啟布 這隻叫做什麼 杯杯龍 還有兩隻 燈眼 深萬福特 咬水 噢不夠打 藍打 他的狀態技 還有 為什麼剛才那個位置會是這樣呢 好 稍後看看 究竟什麼原因 他的天氣 好 看看天氣是什麼情況 好 看看 這裡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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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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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原因 令到他 變成是落 冰 看看 因為牛華鬼 過雨特性開始下雨了 過雪特性開始倒雪 這裡用催眠看看 千萬吸收 冰箱繼續 沒有落雨 OK 這個催眠 冰箱持續 我們馬上要換重了 這裡換一隻 怪力角 咬碎 他 還沒死 兩倍傷 但是很痛 算了 這隻怪力角 然後要換彎關 馬上改天氣 水之波動 40L 背背龍 背背龍 有招 雷技 這裡 索妖一下 收拾我 看不前 接著用 遙眉巴 飛兵 很難搞 這隻 黑了我整隊 中 非常好 哇 用了什麼 解睡話 解碎果 我 還是下雨 頂 下雨 喂 壓制他 馬給他 非常好 有機會 不要死 頂住 那個豬 象牙豬 象牙豬應該可以一下殺 可以了 應該一下不死 起碼打到一大半 對 嘩 搞定 很精彩 戰鬥 只要有這個機具的意志 不管發生什麼 一定可以克服到 這個廢章你拿去 冰之廢章 可以用船窩技 還有這個我送給你的禮物 這個是冰波 可以落冰 冰之以為精力肯定很難受 冬季的寒冷技能 但柳伯剛剛收到訓練家的消息 聽說有些藍色制服擋住了所有人口 不讓任何訓練家進去 你們只留在這裡 猜測去看看 如果有空你都去看看 或者可以幫到手 在哪裡 柳伯沒有看到 沒有專心看 是不是航兵動員 航兵動員 應該是 不是上面 對 應該是航兵動員 好 但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劇情去航兵動員 看看柳伯那些事情發生什麼的劇情 好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還沒訂閱幫我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